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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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我是桑尼 好久沒跟大家分享一下鍵盤了 大家在網路上有沒有看過那種復古的鍵盤 尤其現在最紅的應該就是這個 Ectro的復古鍵盤 它的顏色主要以粉嫩色系為主 價格上也是非常的親民 因為我沒有數字鍵盤 所以我挑了這一款 有數字鍵盤的藍油黃色 它是只用藍芽連接 像是蘋果、安卓、運動都可以 它最多可以連接三台藍芽 FN加這邊的E23 可以選擇配對鍵盤 直接按FN加K的話可以做切換 像這個鍵盤啊 重量是1100克 如果你要移動半功的話 也不會太重 再來講一下這個鍵帽的部分 它是這種霧面凸起的鍵帽 還有附贈一顆鍵帽可以做更換 打字起來是這種哒哒哒的聲音 仿機器的手感段落感強 撒久的話不會覺得容易手傷或是不舒服 另外一個我覺得它貼心的部分 就是它鍵盤上有快捷鍵的圖案 按FN加上面對應的鍵帽即可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貼心的就是 上面有針對於蘋果系統 comment的圖案 比較不會讓你突然切換到 不是蘋果系統不習慣 另外這邊還有LED指示燈 可以查看現在是否大小寫電池的狀態 再來20分鐘沒有敲擊鍵盤的話 它會進入接人模式 如果你需要關機的話 就是取出電池即可 如果你還是不清楚怎麼操作的話 它裡面還有附這個說明卡 我個人很滿意這個說明卡 因為以往說明書的話 根本不會去看它 這邊它直接列出常見的問影檔 我覺得非常的優秀 因為我拿的是全尺寸鍵盤 傾斜凹槽的部分除了可以拿來放iPad之外 你還可以放手機 這樣的話我就不用多拿一個手機支架在旁邊了 這個傾斜凹槽是有設計過的 你不用擔心iPad螢幕會遮到或是說iPad不穩 另外也可以使用旁邊這個按鈕來調整高度 我個人打字的話是會打開 拿來當支架播放音樂 氛圍感也很重 光擺著就很美了 整體下來我很喜歡它打字的手感 那Acat的官網我會放在下面說明處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囉 安妞 登 include 待會兒 我們下次見